这是马来西亚最能吹的原始部落 堪称西天取经四人组的克星 只需要一根吹管 他们就能吹死大师兄 插死二师兄 最后再毒死三师弟 如果取经团队当年碰上这个原始部落 恐怕还没走出大堂 就被端上了餐桌 甲西人居住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里 是当地18个土著部落之一 族群已经在森林里生活了数千年 他们的人口不到900人 靠祖传的狩猎方法生活至今 传男不传女 茂密的热带雨林 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 为甲西人提供了房屋 食物 药材和武器 他们都是捕猎的高手 一个个都非常能吹 其中最神奇的黑科技 当属一根用竹子做的吹管 将暗器放入其中 只需要用嘴一吹 就能以一小时180公里的速度 击杀50米外的猎物 奥多玛是一名 来自现代社会的动物管理员 与猴子打了十年交道的他 这次来到丛林学习狩猎技巧 在甲西人的村庄 他见到了一位沉默寡言的杀手 阿飘是甲西人里的神吹手 人称丛林侯倩仇 34岁的年纪却拥有一张60岁的脸 光靠外表就把捕猎经验提升了两倍 阿飘的实力都是好吹出来的 捕猎技术在村里首屈一指 作为四个孩子的奶爸 养家糊口的压力那是相当的大 本来他都已经决定 前往城市打工挣钱 但架不住村里八个家庭的极力挽留 最后还是留在了森林里 吃了一顿用牧鼠做成的早饭 阿飘带领队伍前往森林捕杀猴子 在这片热带雨林里 大师兄一直是甲西人的传统食物 彼此斗志斗勇了数千年 甲西人已经总结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狩猎经验 奥特马机智的总结了一下 总共就分成三步 第一步找到猴子 第二步靠近他 第三步用吹拐吹子 听起来就像和把大象 装进冰箱一样简单 但做起来却很难 这些机敏的林长类动物 生活在丛林深处 总是在35米高的树上翻跟斗 能够通过眼睛和气味 发现敌人的踪迹 彼此之间还会通风报信 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溜之大吉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猎人们轻装减行屏住呼吸 捏手捏脚的行走在丛林里 沟通都是用手势进行 一个猎人在地上 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树叶 根据经验判断 这说明大师兄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此时 一行人已经在高温下 步行了五公里 沈须道多马 早已累得大喊淋漓 而猎人们却几乎都没出汗 果然 在一棵树上 他们发现了一只吃饱喝足的大师兄 与此同时 阿飘吹出了竹筒中的暗器 空中传来 咬的一声清响 大师兄在40米外 硬声坠落 由于暗器上沾满了毒药 大师兄走得很安详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所以这种有毒的吹款 也就部落里的高手能玩 新手如果拿来玩 一旦吹反的话 一行人就得马上打到回府 晚上直接全村开席 奥特马已经想好 做小孩那拙 拨开大师兄的毛发 可以看到一个细小 但却致命的伤口 奥特马心中有些不忍 但是对于假西人而言 这是他们不得不猎杀的食物 除了猴子外 凶悍的猴猪 也在他们的菜单之上 一只猴猪重达30公斤 提供的能量相当于5个猴子 身上有3万根尖刺 对付这种猛兽 假西人通常会选择自觉 他们专门选在夜间发动偷袭 出发前 一行人打算做几只新的吹管 制作方法其实也不复杂 就是在竹子里 装上一根30厘米的竹签 在竹签的前端 抹上适量的毒药 毒药也是取材于森林之中 假西人在雨林里生活了上千年 已经能清楚地分辨出 哪些树有毒 只需要切开树皮 含有剧毒的树枝就会流淌而出 比较难的是发射的技巧 这需要极其恐怖的废活量 比较能吹的 可以精准命中几十米外的杯子 并穿透杯身 像奥多马没什么经验 就只能吹出极米远 万事俱备后 一行人出发 踏上了杀猪之路 眼前这名猎人虽然已经六十多岁 但宝刀未老 他能根据豪猪拱出来的洞 追寻踪迹 在一个泥地里 他同时发现了豪猪和大象留下的痕迹 这说明豪猪离得很近 但是坏消息是 大象离得更近 我们平时在动物园里 看到的大象非常酣厚 不过在森林里 这种巨型猛兽 就是假西人的梦魇 一旦受到惊吓 他们就会横冲直撞 近几年马来西亚已经有五百多人被大象杀死 但是为了干饭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幸运的是 一路上有惊无险 他们发现了豪猪的洞穴 显然 二师兄有着丰富的被人堵门的经验 为了方便跑路 每一个洞穴都设置了好几个出入口 猎人将其他洞口都堵死 只留下一个 之后 他们点火将烟雾闪入洞里 经过漫长的等待 一只豪猪终于受不了这刺鼻的味道 妄独逃出生天 眼疾手快的猎人一竹竿将其插中 只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二师兄就和大师兄在西天重逢 奥多玛士又心疼又惋惜 眼泪不自觉的从嘴巴里流了出来 对于贾西人而言 二师兄一身都是薄 除了肉能吃外 这一身的尖刺还能用来做装饰品 将大师兄和二师兄都消灭后 此时贾西人又将目光放到河里寻找三师弟 他们捕鱼不用钓钩与螺网 只需要一种有毒的原木 敲打原木撕下树皮 将其中的毒素拧入溪流之中 鱼儿就会因窒息而亡漂浮在水面 随便用手一捧都能有所收获 就连奥多玛都捞到了一条小鱼 开心的像个四十岁的孩子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毒素对人类也有效 因此处理师 鱼一定要加倍小心 为了避免污染水源 他们每年也只在每条溪流中下一次多 对于贾西人而言 吃饱喝足就是他们最大的诉求 没有膨胀的欲望 也不需要过多的物质享受 吃多少就打多少 在森林求胜的数千年里 贾西人和大自然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镜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